在言情小说中 军婚小说也是有很多小女生喜欢看的 类型 不仅是因为有帅气迷人可靠的男主角 重点是这一类文章基本是填宠文 所以受到了很多女生的喜爱 那么好看的军婚小说有哪些呢 细说小编为您推荐十大军婚小说排行榜 包括无处安放的婚姻绿红装之军营传业 我的青春从爱你开始 你好 钟孝先生等这些军婚小说中有你看过的吗 军婚小说十大排行榜一无处安放的婚姻 无处安放的婚姻是一本好看经典军婚小说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激流商 小说讲述了一个心里藏着千千姐外面穿着后盔甲的都市女孩 在孤独中长大时寂寞如平常 因为年龄越来越大 她为自己安排嫁给了一个常年不回家的军人 小说正式围绕这个女孩和她军人丈夫展开 本书是一部都市婚姻立作 深入的倡议无碍的婚姻最长久话题 引起广大读者的参与 这部军婚小说将夫妻关系和婆媳关系描写得很真实 看完后陷入深深的思考 二绿红装之军营穿越 好看的军婚小说细说 编辑不得不提最爱的这本 绿红装之军营穿越 作者金字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经典重生军旅小说 小说讲述主人公叶响在研究生毕业前夕的严格 军训中被一个阴导的同学砸 回十年前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 这本书的基调是轻松愉快的比较搞笑而且贴近声 或书中那么无怨无悔的等待的爱情 夜想老虎和狐狸双缘满结局 让人看了意犹未尽强烈推荐 三我的青春从爱你开始 我的青春从爱你开始 是中国话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橘子树 本书主要讲述沉默遇见爱情的爱情故事 这年头如果一个男人到了32他没结婚也没男 朋友甚至从来没有过男朋友和女朋友 那他一定有生理缺陷 如果没有生理缺陷就一定有心理缺陷 如果哪里都没有缺陷那就说明他是个火星人 苗燕从来没有想过他有一天会跟火星人谈恋爱 沉默觉得小女孩都是来自外星球的生物 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与他一起在地球生活 这本是现实向的军婚甜宠文 设定为军人vs甜品师情节生动而有趣 人物个性突出 十分出彩似 你好 钟孝先生 高干军婚小说细说编辑推荐这本 你好钟孝先生 作者苏格兰哲耳猫 梁和这辈子有两件事出乎他的意料 第一他会结婚 第二他会嫁给这样一个男人 顾怀宁笑披着他眼神笃定 其实我和梁小姐一样 都是无意结婚的人 可上天捉弄我们都是必须结婚的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结婚 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法 于是 梁和和一个前后见了不超过十次面的军人结婚了 一桩军婚外加一位高深莫测的钟孝先生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跨越婚姻围墙的攻坚战 小说是一本宠文 仿佛整个世界都充满了温暖和粉红 星星 五军庄下的绕纸柔 军庄下的绕纸柔是一部由折纸蚂蚁所写的军婚 完结小说 小说讲述了文婉军医妹妹遇上 凌山君哥哥的故事改变电视剧《亲爱的容装》 她是温婉的女军医 专业的历练给了她生死面前泰然处置的冷静 她是冰冷的特种军官战场的血雨腥风伤痛记忆 让她将心事重重封肩 是从劫匪手中被解救时的惊鸿一瞥 或是同一屋檐下相遇的面面相去 感情的衣食总似漫不经心发生的时候却是润物无声 这篇军旅题材小说已经连载 引起数百万军旅言情粉丝追捧热议 成为同类题材中的经典片幕 细说编辑觉得事实不必看军婚小说之一 6.闪婚娇妻太迷人 闪婚娇妻太迷人作家简小乔所著的一部军婚题 财小说 被父母逼婚她随便拉了一个相亲对象闪婚了 然而却没想到弄错人领完证后才发现自己嫁了 A是第一军阀世家的大少爷 权倾京城尊贵霸道的太子爷司徒好 现在要后悔还来得及吗 你觉得我们再进去换个证可能吗 她小心翼翼地问道 男人挑了挑眉你是想刚领完证就变成是婚少妇吗 是一年时间 简云威我们给彼此一年时间 如果到时候还是不能接受 那么我们就离婚 男人认真 小说故事情节精彩 诗篇小甜文 喜欢军婚甜宠文的 不要错过 7.限制级军婚 限制级军婚是万水水所著的小说 是一部完结的都市类型军婚小说 一场巨大的商界联姻 新郎却在婚礼进行时拥着别的 女人 她娶她是被家族所逼迫心有不甘 她嫁她却是暗恋几年情之所归 当婚礼成为闹剧 新娘成为笑话 她毅然的宣布了她的无罪释放 游戏人生的静浩天 这才发现自己正被白素游戏着 前世的她虽然是M国的第一犯罪心理学家 但是却从没有享受过亲情这一世 她要捍卫一切 小说涉及到商战黑道和政权 整体框架很不错 8.狐狸的秘密 狐狸的秘密是一本高干文田文小说作者诗言 月曦 李小离出生在一个优越的高干家庭 自由变身的父母长辈宠爱任性自我 李小离从来没想到自己会嫁给军人 尤其是谢雨洋娜 样严肃 刻板不爱说话除了会讨好她爷爷一点也不可爱的 怪人 尽管她坚信 一切不以恋爱为基础的结婚都是耍流 忙 包办婚姻害死人 可谁叫她出了那么一件不光彩 但是自己闯的祸可不得自己兜着 小说文笔细腻 情节塑造出色是一篇好看的精卫高干军婚文 喜欢这类题材的 不要错过九狂野女君王 狂野女君王 是作者《魅夜水草》所创作的一部都市言情小说 她是在森野丛林中成长起来的绝世家人 她是在血腥战斗中存活下来的狂野兽王 她身世沉迷但一张意外的照片 却让她成为了家族的千金小姐 狂如虎狠如狼狡如虎 称霸校园 只是偶然 踏上从军的道路 她成为新一代的君王 战无不胜功无不刻 见封锁止 有我无敌 小说是一本完结军婚小说 设定为女强女主为红色子弟内涵校园黑道 军界古武 豪门宅斗等 诸多情节 情节紧凑内容 扣人心弦文笔俱佳 十五十年代营长夫人 五十年代营长夫人作者白姬忍东 杀 叱咋风吟纵横沙场 追求思想进步的营长王大雷结婚了 取的不是文公团的腹白貌美大长腿 居然取的是自家给自己准备的童养席 不对不对 这太不符合营长的人设了 乡下来的童养席也就算了 咋还能是个半文盲呢 陈秋勤从小心翼翼到痛改前非 看你们还说不说我配不上你们一营长 王大雷 没事你不用认字而咱们生崽子就行 小说文笔加时间跨度从 男女主二十多岁写到八十多岁 十一篇好看的军婚文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细说为您带来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